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一家人 台湾新助力 我是佳琳 生活在台湾这片土地上 或许你会觉得稀松平常 但是在新著名的视角里 却看见了不一样的台湾之美 今天节目的第一位主角 要跟大家介绍来自法国的夏宇龙 他第一次造访台湾 就被台湾的风土民情深深吸引 回到法国之后 他只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辞掉工作 打包行李 就迫不及待回到台湾来 非常喜欢宫庙文化的他 还特别去了解 东港银王祭典的典故 并且担任志工 用英文跟国外的观光课 导览介绍 他跟太太还领养一只 退休导盲犬 将相处的经历 还有导盲犬的互动 写成文章做分享 希望让更多人认识 并且友善对待导盲犬 《大方的土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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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那和大方的土豆 在大方的土豆 他们说 如果你坑掉 你坑掉了 那会远到另一地 对 对 对 他們決定給他一艘船 你會看到船的眼睛 還有眼睛 還有眼睛 對 眼睛被塗製了 最後一刻 眼睛被塗製了 船就會生命 三年一科的屏東東港 鷹王平安祭典 是台灣最大的王船祭典 也被列入國家重要民俗 無形文化資產 長達八天七夜的科儀 肩負著祈福 消災解惡的任務 總吸引來自國內外的遊客 前來一睹盛況 甚至被譽為一生中 一定要參與一次的 台灣傳統文化祭典 二零二四年底是逢王船祭典舉辦 遵循古法所建造的王船 已經在東龍宮功信眾參拜 夏宇龍對於王船上的 精巧雕工 以及代表尊貴吉祥的彩繪圖案 遼若執掌 因為當年他在社區大學 教法文時 受到在東龍宮服務的學生邀請 參加志工培訓 一腳踏進台灣宗教文化的探索 在台灣有這麼多的神道 大家都知道馬宗、土地公 因為他們非常有名 但是他們有小的神道 小的神道 為一部分的道路 或是中風 他們會有小的神道 祕尼長的尼長 或是一種神道 這裡有個神道 只有這個地方 所以那些神道 很難知 也很難知 所以我沒有知 前來東龍宮 我沒有知不知道 東龍宮 从一进门 用黄澄澄金箔层叠装饰的 山川牌楼 到雕工繁复的八角藻井 甚至是屋极上的胶纸桃 都让夏宇龙感兴趣 为了让国外游客 也能理解烧王船的民俗典故 他试着找出东西文化的相似之处 来做比喻 美国人如果说烧热 他们就会知道这一刻 美国人为例 我会描述 在冬季中的冬季 或在冬季中的地方 他们也会把烧热 他们会把烧热放在一起 然后烧热 在美国中的冬季中的烧热 他们在冬季中的冬季中的烧热 而已经有百年历史的东龙宫祭改仪式 也就是民间俗称的改运 夏宇龙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也有点杖恶金刚摸不着头绪 但他现在能够风趣地 介绍给国外的游客厅 所以他们是笨头 笨头? 不,笨头 笨头 笨头 笨头,对,笨头 从建庙厅历史到民俗科宜 甚至是建筑特色 祭祀文化 这个法国人如鼠家珍 别说外国人听了觉得有趣 就连第一次听到的台湾人 都对他佩服万分 当我第一次来到的 当然我没有知不知道 这个宫子 和他的船 和王爷的历史 和荒野的历史 和病毒 和什么意味着 和船的烧热 那都很有趣 很美 然后我们来到这里 来谈谈的宫子 和不同的神 和男人在那里 和男人和男人 这都很有趣 很感兴趣 非常好 一个外国人的导览 居然可以比台湾人 导览得更好 因为像他导览的某些事情的话 是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真的很惊讶 一个外国人 对我们台湾的文化 比我们还更清楚 更了解 夏宇龙说 当他了解东龙宫之后 更开始对东港的长林文化 感兴趣 比如东港人大多从事渔业 什么季节会捕到什么鱼 怎么分切鱼和批发 东港有什么特色小吃 他样样都觉得有趣 常常自己搭着公车 就往返屏东市和东港 弄到煤车回家 甚至费寝忘食 都是常有的事 他其实是一个很好学的人 然后他觉得台湾是一个 文化很丰富的地方 因为台湾受到很多外来文化的影响 所以他觉得 台湾的文化非常的丰富 所以他觉得就是 有很多可以探索的 Some people from ... I met some people from For example from France Or other country They went back to their country They sent me a postcard to say Thank you, we learned a lot And yeah, that's touching You feel that you contribute to To explain Taiwanese culture And the local culture You know, when I was at the lantern festival 我们总是说我拼动我家阿 我从拼动,然后我骗子 说我骗子是一个东西 但说你骗子 做什么来说你从拼动 它是不同的 它的名字好奇怪是 Cos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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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shone的意思你们知道是什么 小猪猪 那个是小猪,小猪 其实在法国夏宇龙是电脑工程师 在网路上与太太下加其相识 第一次来台湾,就被台湾的风景 美食给吸引 我去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我去坑丁 我去 我来东港 我去很多地方 我像台湾很漂亮 台湾有山 有海 有 好吃的东西 所以 我喜欢屏洞因为 真的很方便 是很好的地方 于是他回到法国 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就把工作辞了 带着家当搬到台湾 目前主要的工作是教英文 以及法文 还有世界语 他的语言课很不一样 不想在教室里正经为座 游戏场里边玩边学语言 这堂课玩的是法式滚球 不是这个 你看 法式滚球是起源于南法的团队运动 拥有百年历史 可说是法国的国宝级运动 已经是许多世界运动会的正式比赛项目 夏宇龙特地从法国把游戏道具带到台湾来 让大家认识这个有趣的运动 如果你要教一个语言 你也教文化 所以我用很多文化的东西 所以在法文课我们做蛋糕 我们玩法国的 不可拍卡 我们玩 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我用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因为如果是好玩 你学很多机 你没有像你在学 所以比较好 1 2 3 2 3 慢慢 2005年夏宇龙成为台湾女婿 定居台湾后 不但没有不适应的问题 反而特别钟爱台湾小吃 对炒米粉炒饭炒面情有独钟 甚至回到巴黎 一个礼拜吃不到这些台湾味 还会闹脾气 三年前韩太太打算养一只狗 却意外接触了导盲犬 成为退休导盲犬Orange的家 Orange st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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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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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的東西我真喜歡 在台灣 ORANGE教會他們珍惜所有 感受看得見的幸福 也讓他可以開心地 探索有趣的台灣文化 並且將這些所見所聞 分享 欲傳遞下去 歡迎大家來看到 這個就是東港最有名的黑鮪魚 大家有看到前兩天的新聞嗎 東港這邊剛好有拍到第一尾了 大家有知道第一尾的條件是什麼嗎 首先它在鹹神釣上船的 在釣起的時候它是活魚 這是判斷標準之一 而且還有它的重量 單隻必須要高於180公斤以上 它還要必須在第一時間 通報給東港的漁會 還要在最短的時間內 第一個衝回到這邊 來自四川成都的 邵麗梅跟曾經在高科技大廠任職的先生 回到故鄉屏東東港 接手父母親的漁產疲乏事業 邵麗梅從完全不懂漁的種類 慢慢開始學起 到現在不但能夠如數家珍 還成為在地導覽漁港文化的年輕力量 並且跟先生用年輕人的思維 改變傳統的漁村文化 他們重新設計店面 產品包裝 還把食魚文化設計成體驗課程 得到很多工部門的文創計畫肯定 天才剛亮 屏東東港的岩埔漁港 早已人生頂背 這裡是超過百年歷史的漁港 港內大小漁船超過一千多艘 水道上永遠交通繁忙 是台灣最大的近海漁業基地 也是遠洋漁業重鎮 每年四到六月 黑鮪魚回遊到台灣南部 是最肥美的時候 能夠捕獲到黑鮪魚 漁民樂開懷 每一尾重達一兩百公斤的黑鮪魚 得出動好幾個人 才拖得動 接著會用這一台被戲稱 是百萬名車的拖板車 意思是載著百萬身價的黑鮪魚 集中到拍賣地點代價而估 有意願的買家們 早就練就一身挑魚貨的好本領 光是從外觀或是伸手摸摸魚的腹部 就知道這條黑鮪魚的油花分布 肉質好不好 開賣時間一到 重頭戲登場 黑鮪魚子 蟹黃 разных公斤 六十 、六十 三十 Lock 五十多 一千狗,六十 現在二十 這bur 我先 拍卖现场鸦雀无声 像是有某种默契般 只听见拍卖官的声音 将每公斤的拍卖价格层层堆叠 到底是谁加了价 也只有内行人看得出来 这是东港传统的渔业生态 欢迎大家来看到 这个就是东港最有名的黑鱼鱼 大家有看到前两天的新闻吗 东港这边刚好有拍到第一尾了 大家有知道第一尾的条件是什么吗 首先它在沿绳钓上船的 在钓起的时候它是活鱼 这是判断标准之一 而且还有它的重量单只 必须要高于180公斤以上 对 然后其次 然后这边它还要必须在第一时间 通报给东港的渔会 还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第一个冲回到这边 带着游客来走读鱼市场的 是来自四川成都的少丽梅 五年前和先生林文峰 回到故乡屏东东港创业 他从对鱼类一窍不通 到现在能够侃侃而谈 导览鱼港文化和鱼知识 第一次刚看到这些鱼的时候 都会觉得怎么那么大只 更平时感觉就是你在手掌大小的 那种养殖的餐桌上 这样子一整尾的鱼差别非常的大 像这个就跟它像切牛排一样 你需要每块每块的分切到 其实只是鱼的很小的一块 那都可以你的餐桌上面 很大一片了 少丽梅从小生活在内陆地区 吃的是河鱼 现在在鱼港城市 看到的大部分是海鱼 以前只管吃鱼 哪需要分得清楚鱼的种类 现在要卖鱼 不只要叫得出鱼的名称 还要弄清楚各种奥妙 大家其实可以来摸摸看 它表面是非常光滑的 而且它的鱼鳞是倒在里面 海捞的鱼跟养殖水产 非常地不同在于它的鱼鳞 你可以看 这边它是表面的 因为它黑鱼一身就在游 它停下来的时候 它就没办法呼吸了 所以它的表面 它已经进化成非常地光滑 它的鱼鳞是镶嵌在里面这一层的 大家可以摸摸看 它这个是在皮的下面 还不止如此 一旁这一块块鱼冰砖 是一捕获就立刻急速冷冻的 也是黑鱼济食 伴随丰收的鱼种 这个鬼头刀 它就是黑鱼的食物 它其实也是分公母的 像这种 你可以看到它的头 有点比较宽大 比较扁的情况 它这个就是公的 然后像这个 稍微更窄一点 是比较更圆润的 它这就是母的 那两条鱼放在一起的话 会非常地明显 这是公 这是母 鱼港的作业百态 现在已经深深植入 少丽眉的生活 会想要做渔业导览 除了是满足自己的求知欲 更多时候是因为遇到消费者 举手发问的问题都一样 不如就带着它们眼镜为瓶 解释最多的是鱼 大家会以为鱼 就只是单一品种 它其实也分非常多种 但是东港最常见的是三种 大木鱼 黄鳍鱼 然后还有黑鱼 但是可能大家在印象中 都是觉得鱼剩鱼片 就是一种不是这样子的 这是我们的黑鱼鱼 认识东港的食鱼文化 怎么能够少了舌尖上的体验 东港的生鱼片是许多老涛的最爱 从一盘几百块到几千块都有 差别在哪里也是很多人都搞不清楚的 我们黑鱼鱼它鱼体大 所以它分得非常地细 可能就像猪排牛排一样 它每个位置都有不同的标价跟口感 所以在我们这边 我们常看到的生鱼片的部分 就是从最 就是口感没有任何油花 最清爽的是从刺身开始 然后其次是皮油 下腹 中腹 上腹 然后最贵的大家就听到的是金三角 就是入口即化 像雪花般的海中和牛 你会闻到那个鱼油的香气 原本连拿菜刀都不会的 少丽梅和林文峰 为了做诗鱼导覽游程 特别去上课 学怎么切生鱼片和料理鱼 就让游客自己来体验 它好好拉 厚度大概0.5公分到1公分左右 夫妻良想做的 是打破消费者认为 吃生鱼片就是得到 日本料理店的迷思 透过教学体验 让吃鱼变得更简单 第一次切生鱼片 然后原来没有想象中这么困难 对 就是老师教了之后发现 其实我们自己在家里 也可以很容易地上手 因为平常在菜市场看的 都是小鱼鱼 我觉得在这边很好 还是可以看到那种大鱼鱼 在船上它把鱼送下来的那些 溜滑梯 我觉得每个景象都让我觉得很有趣 亲自体验过的记忆更深刻 自己切的生鱼片吃起来更美味 他们的想法也和东港的地方创生团体 不谋而合 共同合作 推出一系列的渔村文化旅游 可能大家对东港的印象 海鲜已经非常有名了 但是可能在做这种导览的体验是少 其实让我最感动的是 我一开始可能也觉得 可能是不是来参加这种活动的人 一般可能是中年人为主 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原来 这个食鱼导览并不是某一个年龄层的客群 它其实是脑哨皆宜 他们都会原来对这个渔港文化这么感兴趣 就让我觉得原来做的事情还蛮有意义的 这个就是鲑鱼生鱼片 我们就已经切成了这么小块的 然后回家解冻就好 这个是红干 这个是红干 都是这么小块小块的 适合小家庭的份量 打开冰箱 其实少丽梅和林文峰过去都是高科技产业的主管 游子返乡回到东港改做生意 就把每天渔夫新鲜上岸的渔获 干净 整洁地分切蒸孔包装好 做宅配零售 像这一块肉就是传说中最贵 最好 最油的 那个金三角的位置 这里 这里粉粉嫩嫩的 一条鱼几百公斤 这个位置的部位就只有鱼体整个重量的1% 但没想到这件事让他们开始思考 应该可以做得更多 当初我从科技工具上班离职之后 然后那时候刚好有一个主管 然后知道我在做水展生意 下一个电单给我 寄给一些我前公司的一些主管们 大主管们 然后当初其实我们包装也很糟糕 就一般的真空袋包一包而已 当我们寄出去之后 我才想说主管信任我 然后把这个案子交给我 然后我送去出去的东西 其实这么包装其实这么阳春 所以其实后来我们才想说 我们开始要做水展办手礼 这件事彻底激起夫妻俩的战斗力 尤其是少丽梅 过去的生活环境和工作背景 来到东港几乎完全无用武之地 她也曾经沮丧和封闭过自己 现在这些源源不绝的灵感 就像拖了江的野马让她充满活力 她也于群为设计异象 将店面改造的有时尚感 也重新设计品牌视觉 还有伴手礼包装 墙上满满的奖状和奖杯 都是他们这几年积极参与公部门的 创意行销计划成果 每家每户东港的产品都是新鲜的 然后你怎么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你 或者是可以拿去送礼的话 增加它的一个附加价值 然后所以我们改成这样子的包装之后 我们也会接到一些就是大企业的订单 一方面是觉得压力会更大 想要做得更好 另一方面也觉得 哇 之前这条路应该是可以坚持下去继续做 NFC标签点击进去 还有视频 过去的工作背景也让他们将科技结合食鱼文化 现在很常应用在行动支付 电子票证的NFC技术 上丽媒设计成多媒体的教学解说 黑尾鱼生鱼片那么多部位 到底喂在鱼体的哪个地方 吃起来又会有什么样的口感差异 手机一扫就一目了然 其实我们也想要跟年轻世代有一个互动 可是有时候年轻人 他并不一定跟你面对面说那么多话 他就喜欢默默地自助式的服务 这样子其实他也会有更多的体验感 而不是只是听到单一的声音 看不到任何画面 看着行动力超强的邵丽媒 总是求好心切 忙到睡眠不足 忙到连饭都忘记吃 就是想把每个任务做到最好 林文峰感受最深刻 他从 毕竟是从大陆的一些内陆 然后到一个海岛的地方过来 很多东西他其实是不适应的 然后甚至后来陪我去创这个品牌 然后创业 其实这段时间 他其实蛮辛苦的 我看他常常网上都熬夜 就去填那些报名表 那些资料 这段时间其实也蛮感谢他的 他真的很努力 定居台湾五年 少丽媒一直到今年初 才回四川探亲 连他自己都没想到 才回去没几天 就天天心系着店里的大小事 发不得赶紧回来工作 希望自己的努力 让大家看见东港的不一样 自己开店就是非常强烈的痛病快乐者 做一家店就像你的小孩一样 你一定都是全身心的投入 我觉得东港虽然可能很多情况下 都是等于黑鲑鱼 但是它是黑鲑鱼的故乡 但是不仅仅只有黑鲑鱼 其实还有很多的养殖户 所以我们其实也是希望 藉由这个食欲导览 除了黑鲑鱼以外 它其实还有很多别的民宿 或者是餐厅 或者一些兵品 那些都是可以的 我们其实很希望大家 可能不一定 除了你在网购买食材以外 你可以来东港来看看 走走 然后注意一下 而不是只是吃一餐就离开 从天上飞下来的那种样子 这个鲑鱼是倒在里面 就是转向的 那是怎么回事 是怎么回事 必须要高于180公斤以上 对 然后呢 因为爱让少丽梅 愿意放弃原本顺遂的人生 与先生来台湾从零开始 也因为爱让当年那个 听不懂台语 吃不惯没有辣的食物 也极度没有自信的少丽梅 脱胎换骨 找到自己的定位 在屏东东港这个新故乡 为自己的人生写下各种精彩 这要做猫头鹰的眼睛 形状要漂亮 你看如果你这样子的话 它就是单眼皮眼睛翘起来 然后如果你这样子 它就是眼睛会掉下来 在泰国 猫头鹰一样有幸运 平安以及智慧的象征 所以它特别喜欢做猫头鹰 泰国出生的徐莉莉 1998年就以乔生的身份 通过考试到台湾求学 之后还成为了台湾媳妇 出生华侨家庭的她 从小就学习华语 优秀的语言能力 让她很快地适应台湾生活 喜欢从事文化推广工作 经常走进社区分享泰国文化 另外她也考上华语跟泰语的导游证照 运用她母语优势 接待泰国观光客 来认识台湾的景点 为自己跟台湾的泰语市场 开拓另一片天 徐莉莉期许自己成为一名 优秀的新住民文化大使 依后重新复苏的台湾国际旅游市场 在这里就能看出涌景 中正纪念堂一直是国外观光客 最喜欢造访的景点之一 尤其是每个整点登场的卫兵交接 时间越接近 自动吸引大批游客前来卡位 泰国语的导游徐莉莉 将中正纪念堂的历史 甚至是馆内的典藏文物 精准地转换泰语介绍 来台湾二十几年 对于旅游特别感兴趣 来这里面的感觉当大 我也很喜欢到处旅游 然后喜欢台湾整个 因为台湾其实很小 但很多地方我都还没去过 就是有新南向政策 然后有东南亚语 然后又有泰语 然后我就想要去尝试看 想去考考看 政府推动新南向政策 因应持续成长的东南亚旅客市场 培训东南亚语导游 徐莉莉因为优异的语言能力 获得认证是很抢手的泰语导游 来自于泰国或者像越南 这些国家或印尼 他们来到台湾之后 其实他们都是讲他们自己的语言 翻译是一定是要的 然后他们也可以用他们自己 泰国人的视角 然后加上了解台湾的生活 把这些比较有趣的事情 分享给我们的泰国的朋友 许莉莉说这张证照一点都不好考 要被台湾的历史文化 要熟悉经典的故事 还有法规规定 它靠着热诚挑战成功 还加入自己的创意 让游客们不许此行 比如说行程来到龙三寺 主要信仰佛教的泰国 和台湾的宗教文化 差别在哪里 许莉莉就会拿来比较 让游客们印象更深刻 像泰国佛教第一点就是进庙 因为我们台湾都会以龙门进去 虎门出来 我们泰国没有这种龙门进去 虎门出来 对 然后不会说要先拜天 然后再拜回祖神 对 那就是我就会介绍 因为文化的不同 然后最近因为台湾就是 尽量少用香 对 然后泰国还是有用香 然后鞋子 我们如果泰国 我们台湾观光去泰国的话 去庙里面鞋子一定要脱掉 我们台湾进去庙里不用脱鞋子 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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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带到家族旅游 或是有亲子同行的团 它也会特别体贴孩子的需求 让游客们对它赞不绝口 在我们四天一起游客 我们每天都会来自我 我们每天都会来自我 每天都会来自我 真正的地团 对 我认为 今天有多述 最好的地团 而收穫更多的是 她自己因此更了解台灣 也認識更多朋友 就是說下次要來的話 一定要指定 我來帶團 然後很開心認識我 然後加朋友 就有很成就 只要稱讚說 來玩這邊很快樂 帶了很快樂 然後下次還要來台灣玩 好美 徐莉莉來自泰國北部 1998年以喬生身分 來台灣唸書 當時最讓她不適應的 就是食物的味道 因為學校宿舍不能開火 所以想要配很辣 辣的辣椒 很想配家鄉的魚露 但是那時候來的時候 也嫁入屏東的客家家庭 更用家鄉的泰胃 征服了婆家長輩的胃 他們剛才也是會拒絕 因為他們就覺得那個 辣 對身體不好 魚露 覺得 因為他們 廚房不會有魚露 那我們泰國廚房一定會有魚露 魚露配檸檬的話 味道就很好吃 就壓住魚腥味 前來吳氏的時候 他常常在家裡附近公園散步 無意間發現了熟悉的東西 那是他從小玩到大的玩具 這個叫營業板根 通常的話季節 這就幾頁 四頁差不多 三頁就開始可以撿了 對 常出現在海岸防風樹種的 營業板根 果實圓圓大大的 成熟後會變成褐色 也會因為木質化變得比較輕 不易腐爛 成為徐莉莉很喜歡蒐集的東西 再過幾天就會掉了 像這個完整的 後面沒有裂的 完整的 像這種裂掉的話 它開始要長根了 這個就不行了 營業板根在泰國也很常見 也有許多人拿來做藝術創作 在徐莉莉的眼裡 大家都喜歡大顆的果實 但它就偏愛小粒的 可以讓它的創作 有更多的可能性 其實這小顆的很好用 這種小顆的 這個可以做成很多手作的創作 小小的 大小顆要一樣 這樣好了 這要做貓頭鷹的眼睛 形狀要漂亮 你看如果你這樣子的話 它就是單眼皮眼睛翹起來 然後如果你這樣子 它就是眼睛會掉下來 為了方便創作 徐莉莉去買了這台電鑽機 克服心理障礙 才敢操作 再搭配麻繩 現在要做貓頭鷹的編織吊飾 營業板根的果實 乖巧就成了活靈活現的 貓頭鷹眼睛 那時候也是用木頭的 那我用種子也可以 剛好種子做起來 又跟人家不一樣 那我就直接用這個 營業板根的種子來弄眼睛 在泰國 編織被應用在許多的 生活物件當中 徐莉莉說泰國教育裡 編織課都像在台灣 國中教育裡的家政課 和美術課一樣 是每個人都會接觸到的課程 以前就很喜歡這些東西 做手工藝 編織 畫畫 還有什麼 我看很多 我們之前有編織 再生利用 我還記得那時候 就是用報紙 報紙可以編織成 各式各樣的東西 這些編織技法 都是他上網 看別人的影片教學 或者是別人的作品 再加以變化運用 內化成自己的創意 為了怕下次忘記 他還替自己準備一本葵花寶典 把每次的靈感都記錄下來 我如果沒有久久回來做的話 會忘記 那就是要記說要多長 就像每一個步驟都要一開始 然後這個記的時候 就是邊做邊記 這樣子才不會漏掉 妳都寫太穩 對 這要防鬧很難 好 很多檔子都想要讓妳擺它 徐莉莉喜歡用天然材質創作 像是麻繩 植物種子 那種與生俱來的獨一無二 所以讓它著迷 麻繩品質有時候粗細不同 軟硬度不同 掛起來的話會 展現不出來貓頭鷹 你這樣子放的話 它就看起來 如果它這樣子歪來歪去 你就會不好看 所以說要想辦法要讓它就 你掛的時候還看到整個 貓頭鷹 然後你又喜歡天然的 你又不喜歡用塑膠在這裡面 所以說你就要想辦法讓它 定起來 你會看到貓頭鷹會有生命 因為眼睛會不一樣 在泰國 貓頭鷹一樣有幸運 平安以及智慧的象徵 所以它特別喜歡做貓頭鷹 完成的編織作品 有時候拿到新住民市集販售 但更多時候它會走進社區 和長輩們分享 這行李箱從泰國來到現在 二十幾年前的行李箱 這個是去社區的 文化宣導 就要帶泰國服裝 給長輩們可以試穿 不用跑到泰國就可以穿 泰國衣服 然後又可以拍照 從2016年起 徐莉莉跟著好好 婦女權益協會的腳步 寫計畫走進社區 把泰國的傳統服飾 泰國的美食 甚至還有它最擅長的 泰國手工藝 泰國童腕 童童帶趣 和長輩們分享 大拇指 然後踩 然後 好像在 穿高跟鞋 走路 這也要練平衡感 我們在小時候 椰子這個很好拿 所以說我們會比賽 童腕 像碗一樣的 高敲泰國童腕 其實是椰子殼 在泰國隨處都可見的椰子 除了為許多美食 畫龍點睛 剩下來的椰子殼 也能夠變身成 很多藝術品 這也是徐莉莉 在台灣的創作靈感 夥伴的椰殼 加上一點巧思裝飾 就是個漂亮的花器 甚至也能拿來做燈罩 或者是吊飾 而椰子殼刨成的絲 也被徐莉莉做成 泰國的吉祥物 大象 這些作品也曾經獲得 2018年新住民素人 藝術家計畫的肯定 去設計跟長輩互動 我覺得很快樂 因為有些我們會學到 長輩的智慧 然後跟長輩互動 然後讓長輩了解我們的文化 然後會讓我們刻板印象有改變 大家一起成長 然後更讓長輩們了解泰國 跑社區的經歷 讓他與台灣的社會脈動 更加緊密 手上的證照 多到他自己都算不清 除了通意 中餐證照 烘焙證照 當然還有現在最炙手可熱的 華語與泰語導遊證照 只要有機會就去嘗試 學到了都是自己的 就我的個性很想挑戰 然後有機會 然後讓我有這個機會 有機眼 有幫 有一些資訊讓我知道 然後我就去嘗試挑戰 這個咖啡可以拿 不用喝就好 接下來也想挑戰領隊 我現在導遊 就是想要泰國了解台灣 然後也想要台灣人 去了解泰國交流 努力嘗試新事物 努力迎向各種新的挑戰 那種大無味的性格 徐莉莉替自己開創了 更精采的人生 她期許自己能夠成為 國際交流大使 為台灣與泰國間的文化交流 盡一份心力 在今天的節目當中 我們看到來自法國的夏魚龍 生動活潑地用英語介紹 屏東東港銀王船文化 還有來自中國四川的 邵莉莉 從完全不認識魚類到現在 已經可以導覽東港的 漁業文化 還設計了很多體驗課程 為傳統漁村注入新活力 而來自泰國的徐莉莉 則是透過她的語言長才 接待泰國觀光客 並且介紹台灣各個地方的 景點故事 三位新住民融合自身的文化背景 以及在台灣的生活經驗 將台灣的美好 更生動有趣地介紹給國外觀光客 或者是其他台灣人認識 也讓我們用不同的面相 角度 看見台灣之美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 歡迎按讚追蹤 訂閱我們的FB IG YouTube頻道 並把我們的節目分享給更多朋友們 一起看見更多台灣新住民 新二代的故事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節目 探索多元文化 看見台灣新助力 我是佳玲 我們再會 結束了 給我 看見搜尾 一集 有 我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